我的影片 赶快点 赶快点 哈啰 各位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們要来开箱的就是 来自X-doria defense的这个防摔壳 可以买的这款是有六ft drop 也就是二m 丢下来生存的一个宝壳 然后后面 就是他戴上手机壳后的这个样子 这个认证的那个标签 然后这边有他的网站 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到他的官网去查看 查询一下 他侧边就有一个Clear跟一个普通的 他们的Symbol的标志 然后这边就写着Defense 下面就有一个什么Lifetime Warranty 的一个标签跟他的Bucket 我们来打开里面给大家看看 就有讲解关于这个Clear 第一就是Tested to Survive 6ft 也就是2m drop onto concrete 也就是讲呢 他从2m高处的地方弱下的话 打到地上他还是可以生存 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防晒盒 因为最近啊 手机越出越爆 那个萤幕也不会说那么的耐防晒啊 就有时一跌下去啊 尤其是iPhone啊 他的萤幕啊 就要修好的话就要差不多等七八百块 甚至到千多块 所以这个功能是很不错的 然后他第二个是Ecoustic Channel Direct 因为我们iPhone它的Speaker 它是这样子下面一粒一粒的嘛 他就会把那个Sending到挪前来 就是很像它的上面的这个Dual Speaker 它很像那个环体声道啊 就是让它这样子左右两下这样子带前来 所以你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就会更加的饱和更加的立体 OK 第三呢 它就是有Rubber Nice Button Cover 也就是它的这个 Button呢 它是有特别的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已经化学过的那个Rubber 就是会更加的Solid啦 也就是更加的固体一点 嗯 第四呢 它是支持Wireless charging 也就是说 你不用怕把这个壳套上去 for hold 你不能用到你的无线充电 它还是可以正常的操作 OK 让我们来看看那个防帅壳本体吧 OK 它这边有一个小洞啊 应该是让顾客来摸摸看它的质感 从整体摸上去就是 有一点塑料的感觉啦 普通塑料的感觉 好啦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打开来 OK 这个壳我们先放到一边 OK 它是背面这样子掏着的 那我们来取下它 OK 转过来它就有 Defense 然后Lifetime Warranty 也就是一身的一个Warranty这样子啦 一个保驾 然后下面有它的官网 有信息的朋友们 可以到他们的官网查询 先把这个纸拿下 OK 第一个就是它的握杆呢 是有一点点的厚 一点点的微厚 不会说很厚啊 走啊 那这边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 我们 iPhone 11 Pro它的这个相机是凸上来的嘛 为了要防止放在桌面上的时候 它是不会被搁 所以它这边有做了稍微凸起一点 所以你手机放下去的时候 你的镜头就不会被刮伤 它都是很不错的一个design来的 然后从背面看下去 它是一个clear case 就是一个透明的 你可以放你女朋友的照片啊 或者是你喜欢偶像的照片 还是什么什么很巴浪的照片 都可以放在后面 或者是你要装钱 或者是你只想有那种 戴上去可过后 就能看到那个苹果标志的那个batter 也可以看你自己 然后它这边圆边呢 上边跟下边就有围绕着一个rubber 抛着 这个待会我再告诉你们 下面呢 这三个 这两边都是 那个声音道的孔 这边呢 声音这边有三粒嘛 它speaker是这样子整排的 这三粒呢 你就能 它就正常的这样子 啊 往这个方向去 然后它这一排的 那个声音道呢 它就抹前来 所以你会同时 听到上方跟下方的那个声音 会更加的立体 有一点像电影声这样子吧 ok 来到了正面 它这边呢 这条线呢 并不是design爽爽罢罢了啊 它是有 那种特质的一种橡胶啊 就 比方说如果你手机是这样子 这样子 接下去的时候 它是你手机动到地上 那个impact会减少一些 然后刚刚我说过 上面跟下面 都有那个rubber来保护症嘛 它这边rubber跟普通可不同的就是 如果你注意看啊 它里面是有 气泡啊 很像一粒一粒这样子的 看到吗 就是你摔下去的时候呢 一样啦 比方说你手机是这样子最弱 然后呢 跌下来 它里面这些泡泡呢 就会 跟那个地上的这个concrete 有一个摩擦 所以就不会直接把那个impact 那个力道直接打到你的手机上 所以你的手机就不会这样容易的被摔坏啦 然后它里面的整体感觉都是很不错的 很精致 旁边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defense的字眼 然后翻过去另外一边就有它公司的名字 也就是 X Doria 来到了这个按键呢 刚刚有时候它有一个rubber 不懂你们看不看得到 一个rubber这样子弄着的 嗯 按杆呢 还没套上手机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难按啊 我觉得 不懂套上去过后会怎样 就有一点 你很像摸不到它的感觉 但是你如果仔细这样子一抓的话 它会有一点在这边 音量键这边也是有一点 方便你确认到它的位置 只是你按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很像 我有没有在按啊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 它旁边这边就是那个 mute跟stereo button 它做的是有一点点大啊 这样子是不懂它的用意啊 待会我们戴上这个壳过后再跟大家解释吧 现在我们就来一个 手机换壳仪式吧 先从这个旧的取下 如果你们有细心观看上一集的影片的话 你们会知道我这边不是有一个 camera protection的那个壳呢 我已经把它拆掉了 因为它开电筒的时候啊 它会让那个镜头造到一个紫色紫色的东西 所以变成这个电筒啊 没有什么功能这样子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甩性的拆掉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壳拆一下 这个壳先放到一旁 来吧 现在就是让它住进新家的时候了 小心翼翼的把它推进去 OK 好了 嗯 装下去过后 它手机是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重了 就比之前更重了一些 先把这个壳放去一边先啦 它下方是这样子 很像刚刚我所说的 它三个洞呢 它的摄影是往前推 然后这一排的那个摄影道呢 它是挪去前面 这边 因为iPhone X之后呢 它就有双声洋道嘛 就是那种Dobby Atmos 的那个声音道啊 所以就有一种电影声这样子的感觉 如果它的声音道之前是这样子 去前面 然后这边上来 它的声音会有少少的 失去那种感觉 好像你玩游戏的时候 你手这样子抓啊 那个声音才会听到比较清楚 现在呢你装上这个壳之后呢 你开任何的影片或声音 它会直接的把那个声音挪圈 待会我再试试给大家 OK 背后这边呢 像我刚刚所说的 它这边是做的稍微有一点凸上来 所以你放下去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那个 CAMERA这边的相机镜头呢 会被刮伤 OK 是很不错 然后旁边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的 手机的颜色本体啊 就有一种很高尚的感觉 高尚但是又带着一种低调 低调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 就你普通的CAMERA呢 它都是可以插得进的啊 比较肥圆的话 因为它做的是有一点点的宽 所以不管你是用官方的 Apple的那个插针呢 放进去还是什么的 就它官方的这个 充电器啊 放下去都是刚刚好的 不会阻挡到 不会阻挡到 OK 之后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按钮 嗯 我只能说呢 它的按钮啊 是变得有一点点的难按 比较难按一点啊 来我来打开一个无版权的歌 来测试一下 OK OK 它声音就是这样子 然后 刚刚我有说 这个它做的那个洞 是有一点大 我现在明白它的用意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用拇指啊 还是食指 如果很像我之前的那个壳 它就做的刚刚好 所以你手放进去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 难开啊 有时候你指甲舱啊 可能就会挂上这边 然后它现在 这个壳呢 它就很贴心了 这个把这个孔做到 是你拇指刚刚好可以 配进去 可以融纳进去的这个 size 比方讲你要用食指啊 这样子啊 或者是 食指这样子打开 或者是用拇指来把它打开 就很容易啊 OK 整体上就是 这样吧 它这个壳呢 如果 要问价钱的话 我在的是一个 手机gadget店 有卖那种accessary的地方 买到的 我买的时候 价钱是 70块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到它官网查询 或者是直接到你的 附近的gadget商店啊 比方说 Ninjas啊 Gadget Pro啊 G&T啊 还是 Robot Hyperstore啊 这些 gadget店 你可以问看它们 如果有的话呢 就说出你的model 有的话就叫它们 直接拿给你买 还是什么鬼啦 OK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 按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如果有任何建议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 还有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赶快 在下面 红色的那里button subscribe button 大大力的按下去 OK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哦 关于这个手机壳呢 我会拍一个 一个月后的一个实测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好 好 好 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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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